恒情与傲深度合作区个人经营备案管理办法于近日引发 办法从备案事项、备案规范、管理与服务等方面对个人经营备案进行规范 是国内首部专门规范短期个人经营的规范性文件 根据办法 有经营能力的公民在恒情与傲深度合作区从事短期个人经营符合相关条件的 可以申请办理个人经营备案 个人经营备案事项包括经营者姓名、住所和联系电话 经营范围、经营场所及经营期限 无需提供经营场所产权证明和租赁合同 备案内容简单 其中在合作区从事个人经营的内地居民 台湾地区居民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均可办理备案 经营场所不限于具有使用功能的固定场所 临时市场等合作区允许开展经营活动的其他场所亦可备案 此外 备案期限灵活 单次备案期限六个月以内 期限可延长一次 延长的期限为六个月以内 同时 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将为经营者申请转型 为个体工商户或者企业提供便利 无需重复提交已有材料 该办法是国内首部专门规范短期个人经营的规范性文件 与合作区现有的个体工商户豁免登记制度 个体工商户商事登记制度 共同组成完整覆盖短期长期经营的合作区 个人经营登记管理制度体系 随着合作区的不断发展和勤奥合作的不断深入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澳门居民来合作区开展个人经营活动 该举措将进一步推动勤奥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 中海大报道